3. 聯合部,外資法人,有助台股接軌國際 2015年7月14日財經亞一周小先台北報導 各股暫停交易機制將於明年初上路 外資法人則認為,台股各股暫停交易機制有助於台股與國際接軌 同時提升國際法人對台股的信賴感 屬於正面幫助 台灣政交所副總監立中指出,暫停交易除了符合國際潮流 更重要的是透過暫停交易時間,讓個股重大資訊能有充分的時間公開 也能提供投資人一段冷靜思考期,可減少資訊不對稱 台新頭顧研究部協理黃文青認為,有時公司發布重訊的時間很突然 導致投資人反應不及,未來有停牌機制緩和,對投資人事件好事 暫停交易有助投資人有更多時間消費與反應重大訊息 在這次見面,我們也許是非公司發布的影響 暫停交易不及,以後雅度增長 確實在是在旅行中的規格 為你充分別於安裕,你 pensano好嗎? 那就會更多時間流行